这里是Maggie Eats频道更新影片啦 喜欢发学美食的你们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订阅 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 在马来西亚一定要吃的早餐就是派呀 这是我去云顶路上 朋友到我去的一间很有风景的店 环境真的很好 一边享受大自然吹着凉风 一边吃早餐 很好的体验 这碗是Curry Pasta 它的味道很浓郁 料也给的很充足 第二份是Grill Tartin 它是Grill Salvador 配上蘑菇 Avocado 还有水煮嫩蛋 怕油腻的你们可以尝试 第三份是经典早餐Paya Tosset 两个生手蛋 Caya Butter Salvador 就是熟悉的味道 最后一份是Aclio Olio 里面配上City Frag Garlic 还有Front 还好和朋友们的口味都不一样 因为这样可以尝试更多不同的食物 在这里的景色和环境真的很好 想要很放松的吃早餐 一定要来这里尝试一下 是不同的体验哟 看完了美式早餐 我们来点不一样的早餐 这个是炸春卷 蜂窝炸鱼角 它的皮薄鲜量却满满的 太好吃了 这倒是四肢酿茄子 腹皮炸虾卷 还有这个里面有三色斑 鸡蛋 皮蛋 鲜蛋 超大一律的 再来这个就是香草萝卜糕 它的味道一流香 这个是四胶蒸凤爪 蚝油仙竹卷 这两道呢我都好喜欢 尤其是凤爪 再来我们吃烧麦 金银鲜虾角 还有一道就是蜜汁叉烧包 最后一道就是叉烧肠粉 肠粉很滑顺控 最后我们换下不同文化的早餐吧 台湾早餐 因为太想念台湾了 所以就特地寻找台湾早餐回味 这间店面真的很有台湾的风格 这一份是火腿肉送总会加起司 我们还点了磨酱吐司 kaya and butter toast 吐司烤得刚刚好 好脆好香 最后一样就是少不了的 台式蛋饼 我们点了火腿蛋饼 超有台湾味道的 因为疫情关系都不能出国 所以就先吃马来西亚版的台湾美食吧 过过水饮 而且这件是值得推荐的哟 一定要尝试一下 Zoom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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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